女孩得到了一台拥有神奇力量的手机 只要将手机对准人 然后轻轻按下快门 一个大活人顷刻间就会消失不见 这是2023泰国悬疑剧永久删除 今天就让我们抽几分钟来研究一下 究竟是什么手机竟然这么厉害 故事要从电影开头的女人说起 女人名叫艾米是一个富二代的老婆 可富裕的生活却依旧无法满足女人的空虚和寂寞 她出轨了一个名叫阿维的男人 阿维是一个小说家 靠着一本书火遍大江南北 而阿维也有一个相恋多年的女友小易 小易是她从一无所有就开始和她交往 可自从发达后 阿维就对小易十分嫌弃 尤其是帮上富婆后 阿维的这种嫌弃更加明显 每当气热时都要对方先洗澡 而小易也察觉到了男友的变化 不过天真的她 依旧没有意识到男友已经变心 这天傍晚 小易正在浴室洗澡 突然 感觉被什么东西扎了一下 小易低头一看 发现是一颗耳钉 可自已并没有耳洞 家里怎么会有这玩意儿呢 结合之前阿维的反应 小易隐约猜到了什么 第二天一早 小易假装出差 离开前 她偷偷地在客厅装了摄像头 而傻乎乎的阿维还不知 自己的小心思已经暴露 小易前脚刚走 她后脚就联系了艾米 可艾米来到家中 却想跟她分手 原来 艾米的老公小杰 早已经发现妻子出轨的事情 但老公并没有明说 而是捧敲侧击 希望妻子可以回头试案 可艾米依旧我行我素 时不时就会和阿维优惠 人无可人的小杰 一枪打死了艾米最喜欢的马 艾米才终于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她找到阿维 提出想要分手 可艾米怎么可能同意 她还指望利用艾米的资源 宣传自己的新书呢 男人立刻打起了感情牌 说我们爱得那么深 你舍得吗 听到阿维的话 艾米还是没忍住 又和阿维啃上了 他们的一举一动 都被客厅的摄像头拍下 这一幕被镜头前的小艾 看得清清楚楚 第二天下午 气氛的小艾回到家中 她给了阿维两个选择 要么和艾米分手 要么 她就曝光两人的一切 让她失去所有 阿维这才知道 自己暴露了 就在她纠结 要怎么办的时候 艾米带着一台手机找到了她 艾米告诉阿维 这是她在超市购物时 一个女孩送给她的 这台手机拥有神奇的能力 只要对着活物拍摄 被拍摄者就会瞬间消失 听到艾米的话 艾米露出了乖智障的眼神 为了让艾米相信 艾米带着她来到街头 他们对着一个流浪汉 举起了手机 看着凭空消失的流浪汉 艾米愣住了 她打量着手机 一个恶毒的计划 从心底酝酿而出 当天晚上阿维带着手机找到小艺 她询问小艺 是否可以好聚好散 可小艺的态度却非常坚定 说什么也不同意分手 眼看谈不拢 阿维只好拿出手机 随着快门响起 床上的小艺直接原地消失 第二天一早 她带着手机找到艾米 阿维希望艾米可以像自己一样 让小吉消失 这样他们就可以永远在一起 艾米有些犹豫地接过了手机 虽然小吉对自己很不错 但现在的她已经没有退路了 原来 艾米怀上了阿维的孩子 如果这事让小吉知道 俩人都吃不了兜着走 回到家 艾米拿出手机对准小吉 然而就在她要按下快门的瞬间 小吉却突然转身 看着突然冲出来的亲朋好友 艾米惊魂未定 清醒 刚才没按快门 否则事情就大调了 虽然小吉为自己举行了生日派对 但艾米还是想离开对方 就在艾米纠结要怎么办的时候 小吉将她带到了马厩 眼看四驾无人 艾米就准备再次拿出手机 结果就在这时 小吉却突然牵着一匹马走了出来 这是她给艾米的生日礼物 原来 这些的老马因为摔伤 已经无法行动 于是 她只好忍痛 打死了老马 趁着生日 特意给妻子又买了一匹 对于妻子的出轨 小吉十分大度 她并没有责怪妻子 只希望她可以回心转意 听到丈夫的话 艾米满是愧疚 不忍心的她 还是将自己怀孕的事情 说了出来 第二天 满怀期待的阿伟联系到了艾米 她以为对方已经得手 然而她打了十几个电话 艾米那边始终关机 就在这时 电视上播报了一条新闻 艾米竟然在左板失踪了 阿伟动感大事不妙 她以为艾米行动失败 相机的事情被小吉发现 越想越不安的阿伟 直接找到了小吉 对于妻子的失踪 小吉却说自己毫不知情 不过比起失踪 她更在乎俩儿的关系 小吉告诉阿伟 自己已经知道了 妻子怀孕的事情 一边说 她一边摸向裤兜 这一幕 被一旁的阿伟察觉 她以为小吉 是想掏出那台手机 鸡毛扑了上去 可推倒小吉后 她才发现 兜里的手机 并不是那台消失的相机 而她的举动 也彻底惹怒了小吉 她抓起桌上的枪 对着阿伟 就扣下了扳机 看到这一幕 阿伟也不敢停留 她钻进 马厩背后的玉米地 跑了 等小吉追上来 阿伟已经乘车跑去 艾米的失踪 引起了当地警局的高度重视 警长拿出了一份档案 上面全是最近失踪的女性 而第一 就是当时艾米 在超市里遇到的女孩 警长已约察觉 这可能不是单纯的失踪案 她立刻找到小吉 想寻找一些线索 可小吉却告诉警长 应该先去调查阿伟 因为艾米怀了她的孩子 她才是第一嫌疑人 刚逃过追杀的阿伟 此刻正在头疼小艺的事情 小艺的失踪 引起了闺蜜的怀疑 两人是非常要好的朋友 无论去哪 都会提前告知 闺蜜找不到小艺 就来找阿伟质问 阿伟只说 自己和小艺已经分手 也不知道对方去哪了 为了不引起怀疑 阿伟用小艺的手机 给闺蜜和亲朋发出了短信 说自己因为分手 想出去算算心 可阿伟好不容易才打发了闺蜜 却发现自己出轨的事情 被曝光了 没等她公关 警长就带人找上了门 原来 闺蜜还是将小艺的失踪 告诉了警长 警长调取了公寓的监控 发现小艺几天前回家后 就再也没有出来过 期间 只有小艺和艾米进出过公寓 警长怀疑 是阿伟和艾米谋杀了小艺 因为害怕事情败露 阿伟又谋杀了艾米 听到警长的分析 阿伟整个人都懵了 自己有那么变态吗 不过他很快反应过来 这一切都是警长的猜测 只要没有证据 警长就无法逮捕他 果不其然 警长只是对阿伟进行了盘问 眼看问不出什么 他只好放对方走 回到家 阿伟仔细思考了这几天的调查 发现小杰似乎真的不知道艾米失踪 可如果艾米的失踪和小杰没有关系 那他到底去哪了呢 就在这时 阿伟注意到了社交媒体上的照片 他发现曝光自己出轨的并不是小杰 而是小杰的妹妹莉莉 阿伟当即在学校找到了莉莉 质问对方 是不是知道那手机的事 看着阿伟手上的画像 莉莉突然紧张起来 就在这时 有几个同学来到教室 阿伟见证 只能幸幸离开 莉莉这才松了一口气 她回想起了几天前的一幕 原来 艾米的失踪和小杰的确没有关系 而幕后的真凶其实是莉莉 这事还得从几年前说起 小杰表面上看上去是一个体贴的丈夫 可背地里却是一个控制欲很强的男人 他动不动就会对艾米拳打脚踢 每次被打 艾米就会躲到莉莉的房间 一来二去 两人就成了好朋友 可慢慢的 莉莉却发现自己对艾米出现了另一种感觉 她大着胆子和艾米告白 结果却被无情拒绝 自那以后 艾米就躲着莉莉 可莉莉也因爱生恨 开始跟踪艾米 某天 她发现艾米和阿伟勾搭上了 于是就拍下了照片 并将照片交给了哥哥小杰 几天前 艾米准备用手机让小杰消失 可因为那场生日夜 艾米改变了主意 她将手机放到了卧室 谁知喜欢偷窥的莉莉 悄悄地溜了进去 她看到了床上的手机 意外发现了手机的秘密 本着得不到就毁掉的理念 莉莉将镜头对准了艾米 除了艾米外 莉莉还用这台手机 报复了霸凌自己的同学 自那以后 莉莉就开始黑化 只要看谁不爽 她就会用手机送上 消失套餐 甚至有一次 她竟然将镜头 对准了礼堂里的同学们 还有就在这时 一个名叫小杰的同学 制止了她 原来小杰之前 就看到过莉莉让同学消失的一幕 小帅的姐姐在几年前 诡异失踪 她怀疑 是有人利用了手机干的 于是她找到了莉莉 当面质问 可莉莉却告诉小帅 手机是自己最近才得到的 除了几天前的女同学 和一只小猫以外 她就没有拍过任何东西 还说艾米的失踪 和她并没有关系 当时 她在要按下快门的瞬间 就反悔了 后面至于艾米去了哪 她也不知道 小帅担心 莉莉会继续乱来 并拿走了手机 当天深夜 正在熟睡的小杰 被一阵嘲闹的声音吵醒 她寻声来到了楼下 发现莉莉的房间 被翻得乱七八糟 还没等她搞清楚怎么回事 一到黑影 就从角落里窜了出来 黑影挟持小杰 要她交出手机 其中小杰以为遇到了劫匪 她急忙告诉对方 手机在自己的房间 随后 神秘人拖着小杰 就准备前往卧室 随着小杰突然反扑 神秘人被打了个措手不及 撕打的过程中 小杰从对方的脖子上 扯下了一条项链 眼看到出大动静 神秘人果断选择了撤退 神秘人走后 小杰捡起了那条项链 她在项链的吊坠上 发现了一个名字 根据这个名字 她在社交媒体上 查找到了一个女孩 她给女孩发去私信 想问问对方 是否知道神秘人的身份 可女孩处于理性状态 没有回复 小杰又联系了 和女孩合影的朋友 看到相片 朋友很快就回复了信息 梁儿约定在医院捧头 来到医院 小杰从此人口中得知 项链的主人名叫小美 梁儿是很要好的朋友 不过几天前 小美就诡议失踪了 朋友也不知道小美去哪 不过她给小杰提供了 另一条线索 那就是去找小美的父亲 看到手机上的照片 小杰有些意外 小美的父亲 正是那位警长 就在这时 手机响起 将是艾米打来的 对方发出急促的呼救声 说自己被绑架了 听到妻子的呼唤 小杰急忙根据指示 赶往超市 另一边 莉莉也遇到了神秘人 对方一见面 就威胁莉莉 交出手机 还好这时 小帅赶到 他拿出手机 对准神秘人 神秘人似乎 是知道手机的威力 他假装妥协 实则从背后偷袭 争斗中 神秘人夺走了手机 他将镜头 对准了小帅和莉莉 还好两人反应快 差点就被拍到 此大过程中 小帅不慎从楼上摔下 一旁的莉莉 还想去抢手机 结果却被神秘人发现 一道快门闪过 莉莉相失不见 神秘人还想除掉小帅 谁知前来寻找莉莉的 阿伟恰好赶到 神秘人 只好暂时撤退 阿伟扶着小帅准备报警 可两人刚出来 就发现之前被莉莉 删除的女同学 竟然回来了 看到这一幕 小帅立刻反应过来 这可能是触发了手机的机制 只要使用者被手机删除 被使用者删除的人 就会回来 小帅和阿伟 描述了神秘人的样貌 阿伟当即反应过来 那个神秘人 可能是警长 他们立刻驱车 赶往警长家 而这边 艾米正在超市等待小节 可她等来的不是小节 而是警长 原来之前警方 曾到超市张贴过学人启事 超市的店员认出了艾米 她立刻给警长打去了电话 正在附近的警长 立刻赶到了现场 看到来的是警长 艾米十分紧张 她慌张的 想要逃离超市 可警长根本不给她机会 她拿起删除手机 对着艾米按下了快门 而这一幕 才要被赶到的小节看到 看着消失的妻子 小节一时间没有反应过来 而警长却发现了她的存在 急忙逃掉了 十几分钟后 警长牵着失踪几天的小美 回到了家中 而这个小美 正是被艾米删除的 第一个女孩 看到父母 小美显得十分抗拒 原来 小美才是手机的 第一个拥有者 这一切还要从几个月前说起 警长的妻子 是医院的护士 女儿没事的时候 就会到医院等待母亲 渐渐的 小美和一些病人熟络起来 某一天 她不知道从什么地方 拿到了这台手机 病人们发现了 这个删除机制 于是他们便要求小美 用手机让自己解脱 小美语心不忍 就用手机 对病人进行了拍摄 其中就包括了 她的白血病朋友 而给朋友拍摄的这一幕 恰好被路过的母亲看到 不见这才反应过来 那些消失的患者 原来是这样美的 虽然小美是在帮助大家 可实际上 她的内心却十分煎熬 在长时间的压抑中 小美也不想活了 她在超市找到了 正在购物的艾米 请求对方 帮自己拍张照片 天真的艾米没有多想 按下了快门 谁知 就让小美从此消失 而被小美删除的那些人 也再次回到了医院 发现女儿失踪 警长立刻就开始调查 透过监控 她看到了女儿 独自一个人走入货架 几分钟后 慌张的艾米拿着手机出来 看到手机 警长就明白了一切 为了救回女儿 警长就守在了小姐家附近 那玩小姐的坦然 让艾米十分内疚 她没想到 小姐为了自己 竟然选择了妥协 深夜 她趁着小姐熟睡 偷偷地离开了家 她原本是想找艾米分手的 可刚出来 就被等待在外面的警长来下 询问手机的下落 害怕的艾米 将手机被莉莉拿走的事情 说了出来 于是就有了 神秘人偷袭小姐和莉莉的故事 发现警长外出 艾米就打翻了警长的妻子 偷偷跑了 可谁知都市的店员去包了井 这才有了后面一系列的故事 警长知道 小姐一定不会放过自己一家人 她急忙收拾行李 准备带着妻子和女儿跑路 可就在她收拾东西的时候 小姐已经来到了屋里 她挟持了警长的妻子和小美 看到这一幕 警长只能请求小姐不要伤害两人 可吃过一次亏的小姐 根本不相信对方 她果断扣下了扳机 还好这时 妻子推了小姐 这才没有让警长被当场爆头 等小姐再抬头时 警长已经跑了 她急忙追了出去 可刚出来 就被埋伏在边上的警长一把推翻 她急忙拿出手机 想要删除小姐 还好小姐反应快 抓住一旁的库姆砸了过去 手机被打倒在了地上 小姐急忙跑去捡起手机 可她不知道 警长已经抱着一块大石头 走了过来 就在千军一发之际 阿姐从背后冲出 一把推开警长 这才救下了小姐 趁着阿伟和警长搏斗的空隙 小姐将镜头对准了警长 随着一道百光闪过 警长瞬间消失 删除警长后 小姐又将镜头对准了阿伟 她原本是想把阿伟也删除掉的 可以想起刚才对方救了自己 小姐还是放弃了这个念头 她让阿伟去超市街艾米 自己则留下来处理警长的妻子和女儿 阿伟走后 小姐用手机删除了警长的妻子 可小美却趁着这个空隙逃走了 而这边 阿伟已经在超市找到了艾米 她想带着艾米远走高飞 可艾米却拒绝了她 看着不远处的小姐 阿伟最终还是选择了放弃 可故事并没有因此落下帷幕 回到家 艾米看到了手机里的小艺 她知道所有的事情 都是因自己而起 为了让小艺可以回来 艾米又带着手机找到了阿伟 她想删除阿伟 让小艺回来 然后让小艺删除自己 这样阿伟就可以回来 可阿伟却不同意 这样删来删去 什么时候才是头 而且如果艾米被删除 小姐也不会放过他们 她赶走了艾米 而事实上 阿伟对自己的所作所为 也十分后悔 她时常会想起 和小艺的点点滴滴 那时候 他们虽然没有钱 但过得很快乐 而且小艺 还有一个冰中的母亲 每当看到小艺的母亲 阿伟就会十分内疚 自来想去 阿伟想到了一个办法 她联系的小艺 想让对方删除自己 虽然小艺知道 这样做会让艾米不开心 但看着决心已定的阿伟 她也无法劝说 随着一道百光闪过 阿伟被手机删除 而被她删除的小艺和流浪汉 也回到了现实世界 回来的小艺 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但她清晰地记得 阿伟曾用什么东西 给自己拍照 她找出屋里的摄像头 看到了阿伟 删除自己的一幕 小艺发誓 水泥风心从此不爱 而小艺和艾米 也过上了新的生活 可故事依旧没有结束 这天下午 艾米发现家里的马舅 突然多了很多苍蝇 她一番检查 发现在马舅 发现了一个密室 密室里有很多大箱子 艾米打开其中一个 结果发现了一具尸体 慌张的她刚想离开 谁知小艺突然杀到 艾米急忙躲在了角落 隔着空隙 她看到小艺正在用手机 删除箱子里的尸体 其中一个箱子里的尸体 正是小帅失踪的姐姐 原来 小杰父子 其实是一对超级大变态 他们喜欢囚禁和折磨女孩 箱子里的这些尸体 都是两人的杰作 看到这一幕 角落里的艾米 露出了难以置信的表情 慌乱中 她不小心发出了声响 小杰转身看见了艾米的躲藏地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以上就是高分泰剧 永久删除的全部内容 总体来说 这部网剧的质量还不错 可能这是导演为第二集做的普遍吧 那么问题来了 如果真有这样的手机 大家最想删除谁呢